面对身障群体的不满 交通部澄清 行动辅助工具 依然可以行驶在购物商城内 人行道上以及公园 只是无法如同一般汽车 行驶在马路上 交通部长纳杜斯里 为加强今天发文告指出 他日前宣布禁止三类 微型交通工具之后 引起了混淆 特别是针对身障人士 所使用的行动辅助工具 他解释 行动辅助工具 通常是为行动不便人士 而设计的微型交通工具 而这款交通工具 不允许在公路上 与其他的机动车 形成混合交通 微加强强调 如果不颁布这项禁令 在公路上行驶行动辅助工具 将会构成交通事故 并且造成人命伤亡 同时这项禁令也会阻止 健全人士滥用行动辅助工具逮捕 微加强表示 为了制定这项政策 交通部曾经在4月23号 与社会福利局中环残障人士组织 以及其他残障组织的代表会面 以听取建议 因此残障人士 以及行动不便者 可以使用行动辅助工具 行驶在人行道 不过他建议 使用者在过马路期间 始终要记得保护自身 和他人的安全 未来的任务 会换 证据 都 靠